歡迎來到27度公寓的頻道 我是五毛吧 我是五毛嗎? 在影片開始前 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喔 島嶼生土司 大家現在生活忙碌 喜歡快速方便的食物 又不失美味與高品質的享受 所以我們今天要團的就是 島嶼生土司啦 老樣子一樣有替各位把關過 他家使用的是隔夜種的麵糰 澳洲天然奶油和鮮乳房的鮮奶 百分之百純手工製作 沒有添加防腐劑、漂白劑、色素以及改良劑 那我們現在話不多說趕緊來開吃吧 GO! 好的 第一道吃的是雪鑑大福啊 這個很特別 在生土司上面放了起司片 然後再放樂天的麻糬冰芹 算是創意料理吼 這個麻糬冰芹跟我們想像不一樣 會以為他的皮呢是Q的 結果他是綿的 然後你麵的冰淇淋整個瞬間就變煉乳 層次感非常的十足 鹹鹹甜甜 麵包體吃起來鬆軟 然後外面烤的酥酥脆脆的 吃起來整個讓你覺得口感啊極佳 會讓你一口接一口 對刷刷啦 停不下來啦 好的 幸福原花生來了 這味道就對了 在烤的時候 他的味道呢 就飄得整間廚房都是 非常的香 花生控舉手 我跟你講他在烤的時候啊 我就說這百分之百分之啊 嗯 嗯 這個抹醬油夠厚的 一點都不手軟 一點都不小氣 這個在早餐店做三份 都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 這個花生醬啊真的很香 然後外加裡面還吃得到花生的顆粒 重點是不會太甜喔 嗯 除了老店花生醬的魅力之外 搭上這個生吐司 鬆軟的口感 Oh my god 我覺得滿分 滿分啊 讚讚 By the way 有一款口味一定要放進你們購物車裡面 就是 黑芝麻 因為呢 他是唯一一款 不是使用抹醬的生吐司 這家黑芝麻餡 融入生吐司中 讓他整個呢 用豆漿製作 全程不加任何一滴水 絕頂讚啦 今天說那個黑芝麻咧 黑芝麻不小心被我吃掉 好的 蒜香厚片來了 現在整個廚房變成蒜味啊 都是蒜頭的味 因為他用的是和美的大蒜頭 不怪這麼香 太香了 除了大蒜之外 還有那個養香菜葉 這個年長者會喜歡 這不用年長者啊 青少年 小朋友 年長者都會喜歡 全年齡層 蒜頭控 絕對不能錯過 因為他真的 非常非常酸 是吃得到那種 新鮮蒜頭的一種感覺喔 是不是 你那個舌尖啊 還會就是 味道感到就是 你只要吃那 青的那種蒜頭 燙看鹹 還不太鹹喔 它就是那個蒜香的味道 很像現剝的 然後放下去烤出來的啦 但是吃不到那一個辛辣感 對 很好吃 然後很香 這正所謂呢 平凡中的美味 就是這樣來的 你覺得它很平凡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你 越平凡的 能夠做出越好吃的 真的是不得了 不簡單啊 這才是功利 真的 來松露蘑菇熏肌厚片來啦 我要跟各位講喔 吃美食也要吃得健康 它的用料真的是不手軟 外加都很天然 我光聞這個松露的味道 就知道 沒有加什麼香精有的沒的 就是要這種坎西的感覺 吃了就是這個坎西的感覺 Oh my god 平凡的東西讓你吃出驚豔 讓你吃出不一樣的美味 這就是它厲害的地方 成功的地方 我真的沒有 幫我削一個音 松露味剛剛好喔 恰到好處 燻雞吃起來啊 微鹹 整個搭配這個起司 加上蘑菇啊 超好吃的 重點是生土司 我必須再次的強調 它的製作過程是比較繁雜的 吃起來會讓你覺得那個綿密感 跟鬆軟感啊 特別的重 我覺得真的很棒耶 松露口味的東西 很容易藥碼就是太多 藥碼就是太少 它處理的剛剛好 外加吃起來有濕潤感 裡面那個蘑菇啊 還吃得出脆感 這麼棒的產品 到底要不要給它團起來 當然要團起來啦 這麼不給它團起來 怎麼可以呢 冷凍可以180天 冷藏則是7天 那看你是要微波氣炸 或者是烘烤 都非常的方便 像是你早餐啊 或者是下午茶 它直接丁微波一下 就拿出來吃了 而且有各式各樣的口味 都不會吃你 一週七天你就輪著吃 那我們的團購表單 一樣在下方的留言處喔 不錯不錯 給它團起來啦 好不好 你看我們今天吃得非常的豐盛啊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喔 那每週的星期天 都會更新影片 要記得收看 記得到我們粉絲專頁按讚 還有追蹤我的IG喔 趕快團起來 那在這邊跟你們say goodbye囉 掰掰